結果應該是哪一個 也就是請電腦幫我判斷 比如說最簡單的例子 假設我今天想要寫一個 成年跟未成年 當然我希望說有個輸入一個輸出 輸入的話是輸入年齡多少 輸出的話是 到底是成年還是未成年 大概就這樣 一個input 一個output 所以我們input的話 我們會用一個函數叫做input OK 不必是應了 input應該蠻好記的 不過特別注意 input很特別 input進來的東西 哪怕你輸入數字 它還是會給你文字 所以它的結果一定是文字 OK 所以特別注意 input得到的結果是文字 所以可想而知 如果輸入那我一定要把它轉型 如果沒轉型的話 沒辦法 比如說像年齡 年齡是一定的數字 所以數字的話 一定是數字才能比大小 有沒有 所以如果我今天 假如邏輯是 當那個輸入的條件 假如是小於18歲的時候 那我就輸出為成 反之就是成年的話 那我程式應該如何寫 第一個 當然我先run一下給各位看 這個程式在雲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打字比較慢的 你可以到雲端上面的第五頁的地方 第二單元的第五頁 這邊就有程式 你可以Ctrl-C、Ctrl-V 貼上都沒關係 但是記得把它delicent 就是run完OK 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因為打程式也是學習程式的一部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執行一下 這邊會得到請輸入年齡的訊息 input 它會一個prong 請輸入年齡的訊息 那如果我今天輸入12歲好了 Enter 未成年 那一樣齁 再執行 然後如果輸入到20歲好了 它應該就成年了 Enter 它就成年 不過啦 因為目前我們還沒跑回圈 所以只會執行一次 OK 那未來你說老師我現在一直跑 跑10次的話 那你就寫個回圈就好了嘛 目前沒有 所以就變成你要重新再去執行 好 那程式該如何寫 第一個有輸入 第二個有輸出 輸出就print 剛剛我們用過print 那輸入的話呢 就是我們今天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呢 讓使用者輸入 輸入什麼呢 記得喔 輸入的話就input 所以這個 我們增加一個變數好了 這個變數名稱叫h OK 假設h 等於什麼呢 等於 等於input 後面的話呢 給它一個敘述 所以裡面的敘述就是將來要跳出來 讓使用者知道的 請你幫我輸入一個什麼 輸入一個年齡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當然 得到這個年齡的結果的話 我剛剛有講過喔 它會是一個文字 可是你想說 老師你怎麼知道它是文字喔 有個方法 如果將來喔 你突然錯誤 結果不知道到底 為什麼 形態是錯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print 然後呢 加一個函數喔 叫type 有沒有 剛剛不是有typeL type有沒有 type刮弧 然後裡面你就把這個 啊 typ ok type 然後把h這個變數呢 放到裡面 這個意思就是 請你告訴我一下 它是什麼形態 比如我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我輸入年齡 隨便輸入 在冒後這邊輸入一個20喔 enter 你會發現喔 底下會得到一個什麼 classStream 有沒有 它不會是跟你講說 這是文字啦 它只會跟你講說 classStream 那好了 可是我如果今天一定要是一個 這個數字才能比大小嘛 所以呢 在這邊加個int 然後刮弧一下 前刮弧 後刮弧 好 這樣的話呢 再執行看看 一樣嘛 如果把它轉型之後 這邊輸入20喔 enter 這個時候會出現classint 有沒有 OK 那這樣就表示沒問題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不確定說 你的形態是什麼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type的方式 來這個驗證一下 好 那我假設第一行OK的 input 我要的 第二個的話我希望做一個邏輯判斷 欸 所以喔 很重要一點喔 程式裡面第二重要的 第一重要是變數 第二重要是這個邏輯 邏輯判斷的話呢 那怎麼寫if 好 if空一格之後 後面呢就是它的條件 什麼條件呢 喔 幫我判斷一下那個h 是不是小於18歲 如果小於18的話呢 冒號 喔 這樣OK了 所以記得喔 以後的邏輯開頭一定是 if空一格 條件放這裡 尾巴請你加冒號 OK 這是固定規則喔 OK 所以要記起來的 至少我覺得比以前那個膠啊 簡單 尾巴還要再加一個 刮斧欸 OK 現在是不需要 那如果你沒有刮斧的話 記得喔 這邊按enter 你會發現喔 它會幫你挑到下一行 但是你會發現 它下一行喔 它自動幫你縮牌喔 那這個縮牌你不能說 你把它delete掉 不行喔 因為這個縮牌呢 也是沉思的一部分喔 好 那如果 如果假如它小於18歲 那請問一下 你要做什麼事情 幫我輸出未成年 所以你這邊打一個print 那這邊就是給它一個未成年就可以了 反織的話呢 那就是成年 所以這邊的話 打一個未成年 OK 好 那 反織 反織怎麼去 是吧 enter一下 記得喔 那因為呢 反織跟else 是同一階 所以記得喔 請你按backspace 跳到前面 因為我不隸屬於你下面 我是另外一個邏輯 我是相反的 也就是它大於 等於18歲的話 所以else 這個固定喔 可能要稍微記下 ELSE 冒號 反織的話 那要做什麼 enter 一樣下一階 print什麼呢 成年 OK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程式寫完了 把這個地方改成成年 把上面複製下來 來改比較快 OK 那這樣的話呢 執行一下 輸入12歲 enter 喔 未成年沒錯 喔它跑這個 那如果 30歲 那應該是成年 OK 好 那 假如說呢 我今天希望喔 把那個 欸 這個二分啊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這個範例喔 改一下 改什麼呢 欸 我希望喔 因為18歲以上 其實那個range還蠻大的 我希望再劃分細一點 欸 比如說18歲到30歲是叫青年好了 OK 然後 31歲到65歲 是 壯年 OK 然後 65歲以上的話 是 老年 欸 那這樣你要怎麼改 有沒有 所以喔 要改的話怎麼改呢 那其實應該是這樣喔 因為小於18歲這已經固定了 這邊不改 這邊不改 所以如果 假如說呢 你希望喔 有 除了 觸跟force以外的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條件的話 那請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有第三個條件 第四個條件的話 那很重要一點 你要學會一個叫 ALIF EL 加IF ALIF 好 那 ALIF 也比如說這邊 那它其實跟 那個什麼 IF的 敘述有點像 所以 我有點習慣這樣 要是我寫的話 我偷懶一下 我就是直接拿這個 IF這邊喔 直接把它 Ctrl C 然後直接貼到 那個ALIF的上面這邊 貼上 第二個條件 但是因為 第一個跟第二個喔 不能一樣 都是IF 所以如果第二個喔 就是叫什麼 EL 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個是第二個 這個有點像是 首先 其次 如果你說 老師我要再其次 很簡單 再ALIF Ctrl C 有沒有 然後呢 直接喔 這邊 Ctrl V 貼上 記得喔 要back一下 好 那就改 所以我們有幾個條件 有第二個 青年 壯年 老年 剛剛好 所以現在已經有四個條件了 有沒有 那 可是接下來呢 我應該這邊 假設啊 先那個青年好了 所以青年 青年的話 怎麼改他的邏輯呢 青年 其實啊 改法很多啦 其實因為敘述方法 每個人都不太一樣 所以將來你們可能 要習慣 因為同樣的 這種邏輯判斷喔 可以用的方式 敘述方法喔 很多種喔 每個人都不一樣喔 每個人都不一樣喔 那我的習慣會比較 常會用到像那邏輯 邏輯 邏輯印算 就是這邊有個 END跟O 那比如說喔 我要青年的部分呢 那這個條件應該怎麼敘述比較OK 他年齡應該是要 大於 應該戒於好了 應該戒於18歲 到 30歲之前 有沒有 所以我的敘述應該是H 假如H 這個改成 大於18 有沒有 大於之後 它等於啦 因為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OK 記得是大於等於 而且 而且的話 我習慣用AND 而且喔 然後呢 H 年齡 小於等於 30歲 好 所以喔 它先跑這邊 再跑這邊 如果跑到這邊的話 發現喔 假設我輸入年齡是30歲的話 它跑到這邊 有了 中了 所以它就 幫我把這個條件 給 放在這邊 OK了 再來的話 AOIF 再來就 7年之後 就撞年 撞年這邊改一下 撞年 撞年的話 應該 其實 直接拿上面這個來改 好像比較 比較簡單 我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 AOIF後面 反正兩個條件 應該是什麼 大於等於 應該 31歲吧 31歲 應該包含嘛 所以 31歲到65歲 31歲到65歲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撞年部分 OK 那剩下來的 其實就不用再敘述了 因為喔 反正 18歲以下已經化掉了 再來 18到30 18到65 欸 剩下來的就是老年 OK 好 好 理論上 程式就寫完了 弄弄看好了 執心 欸 30歲看看 應該30會是 青年 看一下結果 沒有OK 你看 我的輸入法 30 Enter 青年 沒錯 那每次都要再弄一次 然後再 64歲 Enter 撞年 那如果70歲 70 Enter 可以撞年 那應該不錯 沒錯 OK 所以這樣的邏輯 12歲 Enter 未成年 OK 欸 老年 多打70 打到這邊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敘述 就 邏輯判斷大概 就是這樣的方式 顛排 所以以後的話 如果是二分 就if跟else 那如果你還有其他的 就alf alf else 去做一個敘述 OK 那不過 最後 好像有一些 之前有同學問 他說 欸 這個 這個地方的敘述 他覺得不太習慣 因為他之前有寫過 可能C語言之類的 那個C語言他比較習慣用 另外一種敘述方法 這邊上面把它加註解 註解的話就是緊字號 緊字號開頭就是註解 他習慣是 不用and 他習慣是什麼 把and放在中間 有點像什麼 像這樣 h 大於等於18 h 小於等於30 OK 放在這樣也可以 如果你喜歡寫的簡單一點的話 你可以把h 擺中間 然後前面是小的 後面是大的 然後把 印算值放左右兩邊 這樣也可以 OK 不過看個人習慣 我自己個人比較習慣 剛剛那個寫法 因為那個寫法比較接近口語 這個寫法比較精簡 可是每個人習慣不同 你看你習慣哪一種 反正你只要不要寫錯就好了 找一個方式 你覺得不用太花思考 你就記那個就好了 OK 試試看好了 就是把這個 這個年齡的運算 最後可以把它存檔一下 因為這個 這個名稱也許 檔案名稱也許 就把它存叫做年齡好了 OK喔 我用中文好了 儲存 這樣就OK了 那給各位一個另外練習題 把這一題改一下 請輸入成績 那成績如果是80到100分就A 然後70到79就B 60到69就C 不及一個就D 那這個 下一頁 這個其實很好改 就是用這個原來的來改也可以 因為也是四個 這幾個 這幾個 就是判斷成績 應該也不難 但是很重要 邏輯判斷如果將來你不熟悉的話 那將來你要遇到什麼樣事情要判斷就很困難 那未來當然很常遇到一定是把那個邏輯寫在回圈裡面 然後反正就是加一些變數啦 然後做什麼事情 然後哪一邊該怎麼走 然後它資料就自動幫你把它放在應該放的位置 或者是說做一些計算的邏輯判 它都會串在一起 所以 理論上這個應該是第二重要 變數 這個邏輯判斷是第二重要 第三重要就是回圈 所以 如果 今天應該進度來得及 也許可以講一點回圈 大家回圈最難 因為人的腦袋比較沒有回圈的那種這種結構 如果 人的腦袋如果有那種回圈的結構的話 那很方便 自動幫我累加 自動累加了 就是沒有 所以 試試看 左耳鎖